大家好,欢迎来到仰望美食,我是Tina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韩国泡菜素饺子的做法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面粉350克,2克的盐 再加入160-165克的水 用筷子搅拌成絮状 搅拌好之后,用手反复揉搓 直到揉成团 然后用保鲜膜盖起来,放在一边 接下来我们来摘豆芽 豆芽恰头去尾 摘好豆芽就可以做一锅水 趁做水的时间 我们来看一看刚才揉好的面团 我们再把它揉几下 揉几下马上就变得很光滑 这样让它自己醒一醒,再揉 非常节省力气 水烧开之后,把豆芽放里面 烫一下,要放两颗盐 烫好之后盛出来 把它放在一边晾凉 接下来准备豆腐 一定要这种北豆腐200克 先把它切成片 片可以切的薄一点 方便后面的操作 然后再用刀 把豆腐碾碎 豆腐碾碎之后 放在一边 豆芽也凉了 把豆芽切碎 我用的是一个小工具 当然也可以用刀切 都可以 豆芽已经切好了 我们把豆芽碎 放在豆腐泥里 接下来撑凉泡菜 接下来撑凉泡菜 160克 撑凉好之后 把泡菜一样切碎 把切好的泡菜 也倒到豆腐里 搅拌均匀 接下来撑出5克的盐 10克的大葱 两瓣蒜 熟的白芝麻5克 再放一些胡椒粉 馅里面倒入13克的香油 搅拌均匀之后 盛出一部分倒到料理机里 因为葱蒜的量比较小 不易打碎 所以呢 就放一点馅儿 跟它一起打 这样就打得很均匀 也很碎了 我们再把这些料 再放回到馅儿里 不要忘记把刚才 撑好的盐 放在馅儿里调味 接下来看一看面团 面团已经非常软了 这个时候我们再揉几下 面团揉好之后 用刀在面团中心切一个口 然后把面从中间撑开 形成一个圆圈 这样边转边捏 圆圈会越来越大 然后把面掐断 变成一个柱形 开始搓揉 揉成合适的粗细 用刮板或者刀 切成剂子 把每一个剂子揉圆 然后我们来擀皮 擀好饺子皮来包饺子 韩国饺子和中国饺子的形状 是不一样的 韩国饺子的形状 是一个圆宝形 所以要先捏成这样的半月形 然后再把两个角 捏在一起 一个饺子就做好了 再做一个 先捏成半月形 然后再把尖角的部分捏在一起 很快就捏好了 这些面和馅 一共可以做出35到40个饺子 水开之后 我们来下饺子 饺子浮起来之后 再煮4分钟左右 就可以捞出来了 烙出来的饺子汤 继续煮开 放一些海带 再放一些酱油 再放一些盐 调一下味道 把海带煮开 煮好的汤 倒到饺子上 尝一尝 非常好吃 而且零负担哦 今天的韩国泡菜饺子 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下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